台中北村区有位赖姓高中生继承了父亲5亿元的遗产 却在5月4号被曾经担任父亲代叔助理的下姓男子 以我教你处理房地产为由邀约出门 但是却到护政事务所办理同姓结婚 不到两个小时却坠落身亡 让人不禁怀疑是谋财害命 赖姓母亲也在明代的陪同下痛哭要讨回真相 妈妈痛哭诉说自己18岁的儿子居然离奇坠落身亡 刚考完驾照要带妈妈还台的梦想亦完成不了 这位高中生继承父亲过世遗留的30笔房地产 市价达5亿元 5月4号被承担任父亲代叔助理的下姓男子 以我教你如何处理房地产为由而邀约出门 可是竟然是到护政事务所办理同姓结婚 更扯的是不到两个小时 直接在下姓助理石楼的住所坠落身亡 律师提出疑点 包含赖姓高中生刚向女同学告白失败而求助辅导士 应该是异性恋 当天联系下姓父亲却遭到拒绝前往找寻儿子等疑点 才刚成年还不太会保管财产为由 把他所有的权状通通放在他跟他父亲的事务所的保管箱里面 那我们律师有去跟这个嫌疑人以及嫌疑人的父亲沟通 希望他们把权状归还 但是他们完全拒绝 我们希望嫌疑人要能够接受测谎 来接受这个测谎的至亲的手段 另外也希望嫌疑人去自愿放弃这个继承 来证明说他没有这个杀人的动机 当然家属希望可以获得公道 希望可以获得一个这个司法 还给他一个公道 我想这个是非常的合理的一个诉求 离奇坠楼让人不禁怀疑是遭到谋财害命 目前已提出杀人告诉并要求狭心助理接受测谎 放弃继承 怀失去儿子的母亲一个真相 请不吝点赴视频 感谢观看